日本跟印度最近展开了合作 是在印度的南部海岸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是两国在2006年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 双方都承诺要促进海岸防卫队之间的互动 来自日本以及印度的舰艇 飞机 直升机等等 在印度南部的青奈 进行火警以及漏油等事故演习 印度媒体就报道 这个演习长达三个多小时 包括了做危急通讯 空中监察 安排重要人物登船 以及搜救等等的演习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